現在是早上的5.95 機場很多人 在排場 上次布吉我都在這個位置登機 沒發現原來天橋是透明的 好害怕啊 我是極畏高人士 我不夠膽兩隻腳放在這裡 這兩個老人家很勇敢 我真的搞不定 我們一句越南語都不會說 平時可能去泰國 去其他國家都會說幾句 越南是沒有去過 沒有研究 不知道 所以這次可以說是探險之旅 第一次去越南 要找一下接我們的人的名字 這次我是在酒店那裡預約的 因為實在太不熟悉了 我們去到酒店 他就問有沒有興趣去參加一些日程 因為我爸爸是想去夏龍灣 他就是有一本書 好像很精美 看上去很美 不知道到時候會怎樣 那再有一個Sunset Party 有酒喝 因為是去全日的 對 那就可以看這些的中雨洞 那現在呢 就說假了 好厲害 這一張是我們酒店的單 是1113萬的 我們這張單 賣單 是不是很厲害啊 好有錢 我想人生應該沒有幾可 是可以一直數這麼多錢去買東西 過馬路是需要極大的勇氣 你只要走前一步就可以了 因為是完全沒有任何交通燈的 他們是自己亂轉的 但都OK的 他們是會避人的 我們剛才也是成功過馬路過來 第一站 當然是吃Fur 這一間是很出名的 沒錯 這次我們是做完全的遊客 沒來過 我都不敢找什麼忍勢不忍勢 我找了最出名的大爸爸媽媽來吃 我們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就點了兩碗來見一下 然後呢 海面是有無限量的車領 還有原路 還有一些辣醬 咦 到了 泰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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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 泰 泰 OK 這個是生牛肉 然後有生牛肉 還有剛剛學識了 油炸鬼叫做 挺有趣的 我們去了吃法包 然後還有最普通最傳統的這種法包 店名是這個 也是很出名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濕的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亂叫的 然後它是叉燒 我們的第二餐 我們來了一個半小時 已經在吃第二餐了 我看到網上的人說是 他吃過最好吃最酥脆的麵包 我們拿了房間之後再進去 看到很多人坐日曆車 這一間是1958年創立的雪糕店 這個沒那麼甜 但是雪糕呢 超級甜 它好像咬了一口 變奶入口那樣 超級甜 這麼快晚餐呢 我們是吃燒肉 最厲害是什麼 我們是室外吃燒肉 整件事是挑地蹲 我們是坐露營椅 然後在街邊燒肉 餐廳叫Friday 有火鍋 還有燒肉 我們就選了燒肉 哇 好香啊 它很爽 它的調味做得很好 它的豬很好吃 這個是靈魂的所在 每一台我都看到它們加了 所以我就不撿輸了 學家人去加 要給5元去買一盒牛油 超級大盒 好划 然後加了下去它是超香 真的超好吃 我們現在再加了 點多了一點 這個是豬腩肉 最後一口 是吃甜品 不是最後 還有一個pizza 又是走過看到有炭燒的pizza 很薄 很有趣 所以就試一下 我們真的吃了很多東西 現場看到兩個妹妹一邊包米刺卷 就忍不住點了一份 跟我們平日吃的完全不同味道 大家看到橙色那些 就是我買回來的牛肉乾條 甜甜的 挺有趣的 對 今天這個河內越南 吃吃吃吃吃的 Day1Vlog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當參考一下 因為跟爸爸媽媽去旅行 片段未必有很多 對 我們看一下Vlog 還剪不剪到 會有夏龍灣 有酒店的Room Tour 我們留意一下 拜拜